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大为是中年男艺人的圈子中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实力嘎 他演技好 国民度高 要价低 也不作妖 属于被圈内外最喜欢的那一类演员 他的片子也会被各个卫视争抢 不愁迈 最近几个月他都是在剧组忙着拍戏都市医疗题材的那个本子 主演班底有实力派也有流量派 这几天已经杀青了 作为主旋律的题材必然是要上心的 要说被小花押翻 是不可能的 即使是女主任素希 排位也在他之后 其实 这类的片子以及演员是不在乎翻位的 在他们眼里 只有男女主演 翻位是流量这波人才玩的 退一万步说 即使按翻位算 同大为也是妥妥的投翻 他的地位 在圈内是相当的稳固 每年差不多固定就是两部主演戏 且都是在黄金时段上兴 实力在那摆着呢 一 遇到刘亦菲 只要喊一声 倩倩 他一定会转过身 跟你打招呼 二 杨超越跟徐正希的虫子已经过审了 杨超越那边对这部戏蛮看重的 比他以往的项目都看重 因为想靠着这部戏翻身 让背后投资人重新给自己大项目 三 孙怡离婚后关注度和话题度反而都上升很多 非常有利于帮他谈资源 而且 他走的都市剧路线 线上当红小花走的也比较少 形象上他有优势 虽然离婚是他提的 但是双方离得很平和 董子健把房子车子留给他 自己直接从家里搬出来了 女儿现在主要是董子健妈妈在带 我一会员 那你只是在这里 你是不是有群体了 啊 你是不是有群体了